最近居家健身运动越来越流行,假日后许医师门诊常出现这类患者,做重量训练后常感觉不到裤带里有没有钥匙。 一摸才发现,大腿外侧没有知觉。 不知道该看哪颗才好,感觉异常性骨痛也称为骨外侧皮神经炎。 这是一种大腿外侧皮肤感觉异常的疾病。 许医师常叫他大腿感觉的沉默杀手。 此症多鉴于稍肥胖的中壮年男性,或者爱穿紧身牛仔裤、素身裤的女性。 在单侧或双侧大腿的外上侧,外侧有灼热、刺痛或麻木感,特别是外侧三分之二处的感觉缺失。 麻木、昆虫爬行感、捎着感、刺痛及沉重感。 有时在大腿外侧会有压痛点。 长时间坐着,蹲位,加上大腿肌肉收缩下站立,如拿杠铃或长时间深蹲,站马步等,或腰间记住又粗又宽的硬皮带,腰间挂着大手机等。 都会压迫神经加重麻木刺痛等症状。 专业医师可经由身体理学检查找到受压迫点。 利用神经传导检查找到病灶与确认压迫程度。 治疗此症要避免继续压迫患步。 例如减重减少腰围,穿较宽松的裤子和避免使用硬皮带。 深蹲坐姿不要太久,每15到20分钟要起来活动。 或做前宽部的舒缓伸展操,复健科的电疗远红外线雷射,等物理治疗通常有不错效果。 症状严重者可考虑接受注射治疗。 超音波导引下用水扩张术分开沾黏组织。 然后使用神经增生修复治疗。 注射反应不好的患者,应该要检查是否有腰椎病变。 反复发作严重的患者可考虑韧带放松手术。 接下来介绍两种常用的舒缓伸展操。 第一,右侧宽部伸展操。 双腿交叉,右手向上往左边侧弯身体。 将右侧宽部迁拉以舒缓右侧前上突。 第二,左侧宽部伸展操。 一脚蹲一脚跪双手臂向上交叉。 左侧宽部往前顶可以舒缓左侧前上突。 这两种伸展操。 每回五次一次做三回一天做三次。 这样就能缓解麻刺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